欢迎来到今节的香港人家书 多谢大家支持广传媒的何良某老总 和MHKTV的老鹅和大家一起去报导资讯 是啊,老鹅,各位网友,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也要讲讲香港的话题 最近就是612基金 2019年以来就是香港抗争运动的 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支援力量 现在都说要定期停支运作 但是他们说是有秩序地的 即是他有计划比拜登更好 是的,这个撤退 有stage 高张过拜登十九二十倍 一路一路安排 到十月底秘书处会停止营运 然后到年底就会结清了数据 出了员工、那些薪金 搞清楚法律手组 到年底就应该如无以外 但是按照计划就会 整个612基金就是game over 还有其他 但是也有一些遗憾 因为现在的情况 对称他们现在手上 接纳了一些案例 如果要真的 他现在开始就不会再 帮任何新的法律 即是即时停申证了 停申证,没有申证了 我们看完旧证就算了 旧证呢,如果要帮他们 在法门上的支持 或者是律师的诉讼费用 他也要多二千多万 是的,二千五百万 就是在他停运之前 都要帮这些在狱中的人 或者正在打官司的人 主要是正在打官司的 老中有一个事情 我挺不明白的 这个呢,我听到很多 蓝丝的人 来攻击612基金 包括这个大藏 汤渣华 十一哥 亦都中了这些文建联 那些所谓的蛋头议员 他们就说 612号称一个基金 但是你用这个 真普联的银行户口 来收钱 那现在人家不玩 你就变成没了银行去收钱 那现在你也借了 那么多钱出去 给这些不同的 申请法律援助的人 去支持这个打官司 那好了 那你扔了那么多钱出去 那些是借出去的 那你现在又解散 又收不到 喂,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为什么有这些这么立落 这么乱来的情况 你又怎么看这一件事呢 有612基金呢 你说借出去 实际上应该是帮助 无条件给出去的 无条件 因为612基金是靠捐款的 那捐款回来 它是用来帮他们打官司 理论上就说借出去 实际上你很难 就是帮人打官司 跟着呢 就要拿回 私隐望望报 是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 就是做话讲 是一个NGO 非政府组织的一种 法律的一种 叫做是 司法救济 是是是 NGO式的司法救济 是是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就 蓝丝这样的攻击呢 就比较有用心的 就是说 你借出去 你还回来还给谁呢 那这些就是废话来的 因为私隐望望报 不得知 是帮他们呢 其实就已经 预了 就是总之能够 令到他们司法 要有律师 要有一些帮助呢 就是能够在那个 所谓捐款的范围 就是进人事的帮 现在还要筹多2500万呢 2500万才可以帮到那些人 但是接着还有百多人呢 就是好像 有一百二十人呢 都可以说 未必得到 一个充分的 就是跟进的法律服务 即是可以是做得多少 只有多少 是啊 做到他们停运之前 那就是 六一二呢 都老老实实 他们都很均真的 所有的东西呢 每一条数 每一张单 其实都是很清晰地 这样列出来的 阿努中 你记得吗 都是星火基金 是 当时星火 就被人批评 喂 很不透明啊 什么什么 但是有些事情 很老实说 人家就是 可能拿的钱来吃 吃下叉小饭 够急工资就够急500块 真的没有办法可以这么清楚的 那些都可以及时去帮忙的 而六一二呢 就是在一个法律援助那里 那里有多少个律师 打过律师 诉讼费用 堂费 全部都有跟有强 并不是外面说什么洗黑钱 因为每条数据都会跟着 因为实际上太均真了 太均真了 可以说很多 我记得在去年和前年 很多抗争阵营的人说 哇 很难不申请加612 太慢了 因为它有个程座 第二 记住 612基金的董事 那些负责的人 有吴可宜 有何韵司 有陈一军 对呀 陈一军 这些全部他们是很清晰 特别是吸取到 支联会那个过往 处理金钱 处理捐款的手法 和他们的会计制度 是完全是不透风 没得输的 是的 所以政府呢 搞这个星火都搞不了 612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今天没有把名给你拿 那现在呢 就是江榮 就是结束了他这个运作 目的都是因为 真普联就不存在 就没有了登建银行 那他因为 612基金真的是一个 行动的组合来的嘛 就不是一个行常的组合来的嘛 那在这些情况之下呢 他都不得不结束的 即是到自己要申请银行户口 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现在不可能的了 对呀 不可能 但是啊 陆总有一个问题 那些郭佩帆啊 周浩鼎那些人间 渣仔呢 就在那里 不是渣仔 渣仔 渣仔呢 那个字读子 不是读仔 渣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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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叫渣仔 渣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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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的级部 犯了一个罪行的年轻人 打官司 明知道他那些优优 扔汽油弹 扰乱社会安全 搞国家分裂 勾结外国势力 垃圾来的啊 你还给钱他打官司 这样啊 那我就真的可以 当然去驳斥他 但是交给老闆射破啊 哈哈 这些呢 就叫落酒下石 第二 香港被所有犯法 被控的人 都有权申请 法律援助 或者找律师 presumed the innocent 是的 未审判之前 叫做无罪推定 是啊 那你现在这些周浩鼎啊 或者你认为那些渣仔那些人呢 渣仔 或者那些姓葛那些 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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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根本有一个政治取向 他首先已经假设了这些人 是黑暴人 是黑暴 好像大陆那样 不用判 可以把他了 是 喂 手术室 ready 没有 喂 医生地有没有 可以 抓他进去 那些 这些完全是活在前文明 史前时代的心态 第二 他们不是不知香港的制度 但是他们这样的有罪推定 本身就违反了香港法治精神 还有啊 教别人不要认罪啊 这些 跟着他又说 令到那些小孩子 不能得到警司警戒 喂 你睁睁睁睁睁 香港得到警司警戒 他就比得低到呢 妈妈都不认得 有 以前是97年之前 97年之后是没有了 这些这样的葛佩凡 根本就是人 人 人之抓住 抓住 人X 根本就是想他们认罪 然后就判他们 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公义之心 第二 亦都没有是非之念 亦都没有同理之心 你的小孩子 或者周浩帝 得到法律环座 都居然骂的 是啊 不知道他没有子生 郭佩凡和他 所以他这么粮薄啊 可能是 没有子生 没有研究的研究啊 总之他本身 人记出来就是人X 记出来这样讲话 我觉得现在六一二到这个阶段 都是叫做自我 最近真的流行 自我解散 自我解散 不过也都讲一下 这个圣经全道书都有的 嗯 看看第三章第一节 凡事都有定期啊 嗯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 嗯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的也有时 嗯 今天这个传道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 也说 我有见日光之下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 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我心里说 神必审判 疑人和恶人 因为尽那里 各有事目 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啊 嗯 刚才你不是说了很多 就是渣子的东西 嗯 看看审判 知道哪些是疑人 哪些是恶人 嗯 我觉得这些人这样说 完全是没有照顾香港人 有无罪推定的权利 第二呢 就算你被控告啊 都有得到司法援助的权利 嗯 那现在你不得要剝脱他们 还要教他们 你认罪他们啦 你们这些人就应该坐急 你说这些东西呢 完全是 是 防御司法工业 都不要说他防御司法工业 是太看高了他们的司法意识啊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用共产党那一套 不是用香港那一套 哦 我知道 坦白重宽 抗拒重厌 哎呀 他不好意思 说话都被你说出来 哈哈 以后他就被你吃完剧本 以后就变成啞巴了 是 是 那当然了 我希望所有事情都有定时 审判也都有定时 这些禍港的港奸也都被人宰割的 也都有定时 就是尋求这个公义 尋冤代说 还香港的一片晶天 也都有定时 是啊 所以大家呢 可以 可以失望 嗯 但是不要绝望 是的 对现实的社会 对现实的困境可以失望 但是不可以绝望 嗯 也都有希望 有希望 是的 就是我们经常记住 信望就有爱了 没错没错 不信就是怎样有恶和爱呢 是的 那这个不一定是宗教的因素 是 实际上做人都是 才是指挥到他们的 信念 就是香港人到现在都仍是继续坚持 就是因为信念 信念就是对于美好的社会的期盼 所以要光復 当然不要和塔利班这样 光復一些 前文明社会就不是香港 香港的前文明社会 现在香港走向前文明社会 大陆现在开始共产了 是的 香港李嘉诚 现在我担心他 第三次分配 不是结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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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配 分开的分 分配就是分你的财产出来 配给别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没有私产 真的变成了 大陆一向没有私产 大陆一向没有私产 大陆一向是共产 是的 现在走到共产 那些官有这么多女人 是否要分配给我们 帮助手 有智慧 是吧 同一个道理 一个官 几十个主播女朋友 是的 那些为什么不可以分配呢 是的 现在这么多干棍 他在美国有很多美金 瑞典人很多 分配也好 拿出来分配 你们这样做到 我们支持你 可能他们分配的钱 都拿出来 官二代、富二代 是 更多个马云 更多个马化金 我在后面第三街 看到几个大陆仔 駕鞭车 又多女儿 拿出来分配 可能这些官 是的 为什么不分配这些呢 是的 现在又要割向 割中国大陆的富人的韭菜 叫他们 就要 把场子分配出来 这种这样的 就很明显 中共呢 荷包干 嗯 荷包干 干到 比肝岩还要干 很恐怖 如果我们讲这个议题 看到有些手游 那些字都是 手提游戏机 或者手电游戏机 是 说了手淋 手游 那些解公司 赚到钱 又割韭菜 是 补习社 又割韭菜 总之哪一个行业 找到钱 就割了它 现在已经蒸发了很多亿 已经是 股市好像在香港 股市跌到 妈都不认得 真的 你这样打劫 你真是全世界 真的不得你死 所以你现在 买那些什么快手 又买那些美团 买到大陆的股市 就跌到 妈都不认得 不知道 你哪一个行业 让你给你割韭菜 有这么聪明的统治者 在中国 我觉得中国人 就是大陆人 三生有幸 连索罗斯 都出事 你知不知 因为他买了敌敌出行 买了很多 所以他现在生气到爆了 说 习近平是 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 不用你来说 你也知道 你不过唯一的新意 就是用英文说 第一就是英文报纸发表 最新的受害者 估不到是你索罗斯 这个索字 我圈我圈 是 索到老杂那股脏 那股脏 你也没有什么好温暇 很温暇 真的是 真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又要转去这个话题 香港的轻松一些 荷里活巨星 尼哥 尼哥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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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中文名 尼就是女字编 尼哥杰曼 尼哥杰曼 就过香港拍戏 就拍一个王子逸的导演 叫做Expect Expect 就是海外告元 是的 是 是 他就很好 在香港拍戏 帮香港的旅游 帮香港推广 但是他又得到豁免 不用检疫 那真是 官自两个口 刚刚林郑月娥 在前两天的行政会议之前 见记者 就说到 现在这个Delta 这个病毒 是吧 中国武汉肺炎 Delta变种 是吧 很严重 现在要重新 要看入境人士 隔离的限制 很多的国家 就由 没有东西就变有东西 有东西就变 有小东西就变中东西 有中东西就变大东西 是的 现在老大领络 因为我原本打个愚意算盘 打了两针 我回到加拿大 怎么走怎么走 你再回到香港 你惨 大领络 分分钟 14加7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是14 还是21 也不知道 要等星期五公布 加拿大的地位 到时会再升级也不足够 全世界都在放松 你现在香港 就配合中国 或者封关锁国 限制人士入境 但是说真的 要这样搞到十多天 那些人又不敢出 一旦回来又要坐牢 外来的人想来到香港 也是担心有问题 变成你香港就孤立了 但是一件事 我很不明白 如果是这样 我说Nicole Kidman 我断猜她打的疫苗 都和你不会有大分别 亦都可能和我打的Vizor 不是Moderna 就是Vizor 不是Vizor 不是AZ 数来数来数量而已 我说Nicole 不会打科兴 或者打国药 都说不会 那好 在美国好像没得打 她现在来到香港 为什么又可以完全豁免 立即第二天就去 Shopping Shopping 狗屋 就是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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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她也可以 接着第三天就去山道拍戏 没错 山道是以前我住的地方 山道是街坊 我住在那里 是呀 如果还在香港住 我在楼上看下来 看着她拍戏 就是 我觉得很不公平 老总你怎么看 为什么不公平 就是Nicole Kidman 人静歌甜 又高大 名大也有好处 是 第二 人静也有好处 是 是 是 Nicole Kidman 就是大明星 特区的官员 看到大明星 可能都想走上前面 占名 既然这样 豁免她 当然不是说她 有什么问题 而是公平性 是啊 这个不是说 Nicole Kidman 那些是假疫苗 不是这回事 因为她可以自由自在 但是很多人 十四加七 甚至有些 不能入住 正宗 老总是这样 封关所国 何时了 病毒 你又知道多少 即是 尼高杰曼 昨夜又够污 那我们又躲在酒店被隔壁中 哈哈 哈哈 你找尼侯子出来 李侯子都帮不了你 哈哈 真花秋月都没有办法帮你 所以现在你已经开始入秋了 那怎么办 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 你对很多的东西 你的逻辑在哪里 你的理据 你叫我们下一回来跟你蹲监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尼高杰曼 是 你不是荷里胡的巨星 是是是 你只不过加拿大入面 BCE 里面 很微小 没有光芒 没有光芒的小星星 真是大事 真是 晚上幕内都不知道你在哪里 真是 所以你唯有 就是你自强不息 继续努力 将来变成了巨星 超级人物 那你就可以享受这些特权了 你快要登陆了 还想这些东西 不是啊 你又有递春的 是你 你事有递春 你不要那么快 我们可以失望 但不可以绝望 是是是 所以你自己唯有就自强了 那当然了 这个也可能是 他过来拍戏 或者是他那些制作公司 一早跟特区政府交涉了之下 谈好了 因为说真的 你要高杰曼坐来蹲21天 他不来拍了 好甘计 他不来拍了 所识 不如走来加拿大 去取决 加拿大 你温哥说都不错 你要香港那些什么山道 我们一样有的 嗯 我们在内陆很多地方 山道 够斜 内陆很多城市 就是 Rambo 也走去内陆拍过戏 在BC 第一滴血 是 是 第一滴血 第一滴血 是 是 是 就是好像在Camp Loss 那条桥那里 那条桥现在变成明星 一直吃老本吃到现在 很多人去看的 那 Niko Kimman 这件事呢 就是看到香港 当然有些专家就担心 都会有些风险的 绝对有 是 他自己免检疫 整个人免检疫 始终都是有隐患的 那这些是说的 但是 特区政府就说 他们会绝对配合 就是定时报告行蹤 那 亦都会 大家去配合去做测检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放他 那 那为什么你不一时同仁呢 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是的 我不介意每两天 吐口水一次的 是的 每三天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 你要给别人 就是一时同仁 第二天的待遇 就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这些是口子薄皮的 没错 吐口水很乐意 最重要是你让我周街走 是的 我还要吃车醒面 就是 就是 那这件事 真的令到香港人 就觉得特区那种防疫的政策 真是 估计不到 是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招 还有啊 现在香港 好像说到 明元国勇说 不用指示开关 好像说到很绝对 这一个很有趣的 老总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或者我们分享一下 讨论一下 好像没有前景 我们香港 跟中国一臂子出气 他们就是死后一变颈 觉得呢 就是 病毒 好像我们香港这些 所谓的年轻人 争取民主 那样 一定要得到他们看 一定要清零 一定要一个都没有 一定要完全杀光它 扫荣 那在外国民主世界国家里面 大家都会明白到 这个是不可杀的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你亦是 Inevitable 不可被划决 就是要和这个病毒共存亡 是啊 那在西方国家 就是 哎呀你就来咯 大家不是预了要和你一米做 冰来涨斗 水来土掩 就是说得再简单一点 煮到来就吃 是啊 两剂不够嘛 第三剂 你变矣嘛 你变矣我第三剂 第三剂不够 第四剂 但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要开放的 没错 生活要如常的 不可以让人人 个个都好像这么闭型 没错 因为这样长久以来 将会变成很多抑郁症 将会变成很多傻人 没错 要找得来嘛 也都可能会导致了很多的隐君子 靠药物去麻醉自己 各方面的事情 而且社会会退步 因为你这样长期 没有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 是不健康的 好了 香港现在的那些 蛋头专家 袁专家 那些 经常都在说 要九成人 要五成人又不行 但是要七成 好像越来越高价 每个都要打完 要迟些100% 那你香港一定要清零 大陆要清零 那你只可以是开关 那这一个都可以告诉大家 是永远没有可能 其实是不是真的 借疫在谋权啊 你根本就借着疫情 不想 不想有正常的社会活动 不想有更广泛的一个聚会 是 即是等于现在 这个林郑 根本就借疫 就是行使一种社会控制 和港大说 没有诚信 港老明打两针 就怎么开不开密 又是打完科兴又可以回大陆 你整天搬龙门 现在每样东西都可以的 是的 是不是 没什么真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借疫谋权 借疫抗权 已经超然若欠了 这个超然若欠 就是说 你摆明是想 三分颜色上大后 利用疫情 就是打残你们社会力量 你就不用再自已出来 在街上 有什么聚会的了 即是你不用 看自己的群体 都知道你什么色的底腕 林郑月娥 不要再搞那么多事情 看她的口罩就知道 是的 用底腕色的口罩 已经明白她的心思 而且也不合理的 林郑月娥 你现在打的科兴 田北辰 田二少也说了 她打了这个 抗体现在越来越少 是打越去割入 那就麻烦你 777 你下一次再面对群众 麻烦你戴上个口罩 如果你说得这么严峻 你不要觉得 要么你就告诉我 你身体里面有多少抗体 是不是 公布 公布 公共卫生的常识 知识 公众有权之 因为影响公众利益 没错 是吧 你惹到你旁边的官 就不太好 是吧 袁国勇气在你旁边 害死有林兆波 害死有林兆波 林兆波辞得死 林兆波是兄弟 他是兄弟 兄弟 意思就是男人 大家不要听错了 40分之外是兄弟 那我们 加拿大大选 已经确定是9月20个 现在播出的时候 一个月之后 大概有三个多四个礼拜 就开波 你不是一次宣传政纲啊 老总 哎呦 得事就得办 急事就急办 desperate times desperate measures 那就快手做 我们现在看到街上 已经开始有牌 动出来的了 有保守党 我个区里面 赵锦鸣 那个 Canny Chiu 的牌都已经动出来了 看到很多街坊 这次这样的选举 各个党都博尽了 希望可以拿多些票 最着力 最努力的就是 自由党 希望由少数政府 变成多数政府 嗯 看这个民调呢 暂时 自由党的声望 就是35% 是 联邦保守党 29.2% 即是等于三成 是是是 新民主党 就是两成 嗯 其他 宽人政团 是很低的 是 六党 四点多 那看来 都是自由党 会不会 其实呢 这个保守党呢 他都不是说 离行离落 是啊 如果他说21 22 只剩五个百分点 你做30天 每一天都是很重要的 是啊 每天都可以改变 这个选情 加上有阿富汗 加拿大的阿富汗政策 还有中国政策呢 现在我看到这个 我们在录影这几天呢 看到保守党 本命将他的政纲 散出去 就突出 对中国要 权方面要强硬 还有我刚刚 就是录影之前 都听到 未来三年了 如果他当权 就会 制造 一百万个房屋 单在全国 嗯嗯嗯嗯嗯 那会像董建华的 是啊 一百万三年 五十万 我都觉得你很厉害了 我又都可以脱掉了 那些人很厉害了 那些人都不是厉害了 一百万人在哪里找 我都觉得最脆 真的 即是虽然保守党 大家都要想一些方法 要怎么制衡 支持他来制衡这个自由党 但是这些政光 又少少来地 三年一百万 这就是董建华认啦 到后来我不说 就没啦 不过三年一百万 以这么多个省来计 打散他 那就不是说真的这么多 但是在加拿大 每个省来计辆些 不是 我知道 其實最重要都是BC 和大陸省 或者是灰省 其他那些小雞都不限 如果他硬捉回那些傢伙 炒樓,然後全部都在這裏 拿出來,被人進去住也不錯 這樣也不會去到一百萬 可能是十萬八萬 我覺得可能大家爭票 爭到九彩,很想 能夠拿多點票 搞民生 你覺得自由黨的機會如何? 我這樣看的,自由黨當然是打這局的如意算盤 他的如意算盤就是 當然,趁他抗疫好像又派錢 派得很開心 又搞大麻又發花 很開心 是,一種撇柔 就是多得他的德政 但很好實說,我走進加拿大 我近幾個星期都玩鹿街 就是在不同的地區 Out of Richmond 那一層大麻的味道 東街也是 那大麻的味道 那麻的味道 當然是有味道 但是關鍵是有很多的 Side effect 其實很多的 有心愛國的加拿大人 其實都可以看到的 譬如你有一些 Drugs affected 一些駕駛問題 工作上的問題 即是叫做 我們以前叫做 追走駕駛 現在叫做麻引駕駛 偷運一些大麻到美國 利用一些邦派特 為了這件事的大生意 通街射槍 那我那天最諷刺 就是去這個 Cocotlum Public Library 即是溫哥華北邊的一個城市 是的 這個圖書館裡面 竟然有一個 就是針筒的disposal 針筒的disposal 即是鼓勵通街都可以拍針 那 還要用那些針筒 希望不要弄到這些人 所以針筒是地方收集的 即是有些公德心 是的 即是問題 即是人家有公德心 鼓勵公德心有什麼問題 但是關鍵是這樣 就是你吸毒這件事 也很難避免得到人 本性軟弱 就喜歡尋求這些藥物的麻醉 但是你不是可以 變成他們覺得 這件事是理所當然和合法的 即是在我個人的認為裏 你助長了這種風氣 那些人就是軟骨頭 即是我是一個保守主義的人 在這方面裏面 而且也是因為這樣 很多的年輕人 吃了大陸 運過來的芬太尼 死於非命 是的 源頭你就不去搞 就給一些安全屋 它是注射毒品 吸毒 接著派遣派 源頭搞不到的 美國也搞不到 記不記得特朗普 去年 曾經叫大陸 七字熊路就說 麻煩你快點阻止你的芬太尼 結果又阻止到嗎 現在繼續運來 他們是用油機 用速遞 那些實驗室 用來給大象做麻痺的 麻醉藥 麻醉藥 坤太尼 即是高強度的麻醉藥 一射到人體裡 加上很多雜質 通常都幾分鐘就死了 沒錯 現在就是希望 你剛才說的那些針 有些政府就是希望 你們不要打那些雜牌針 打政府給你的那些 美沙圖也好 或者政府提供毒品給你 就好過你在黑社會 買到那些流東西 就是為了省些錢 結果就死了 即是通街都有一些流氓汗 是吧 很多的慘不忍睹 很多年輕人 現在的國情 對於這些人 就視之為弱勢社群 是 往往就有悲天敏人之心 就希望盡些人士 就幫他們 不要自暴自棄 不要給黑社會 不要再買賣那些流液 就是很快便輕了 但是那個關鍵 是要令到他們扶回上臉 自己要自力更生 不是要令他們繼續撒下去 但是呢 我們的社工 就很難做這些東西 因為政府也不可能禁止這些匹癮 他們很多不一定是打針的 不一定是急毒的 很多是精神科幼物的問題 造成的 很複雜的 即是一定要搞定一個 一個營後的經濟計劃 喂 你剛才說的應該要向候選人說 我現在選舉 那我也三個出去 我訂給Kenny Chiu 你不要再這樣助長 你的毒風 真的我們有大迷已經夠了 差那麼多債 我就好看候選人 亦後怎樣重建經濟 製造就業機會 緊要年輕人有工作 有錢 繼續付錢奔下去 反正 反正也差那麼多 慢著 我們和你找一件事一起撒一下 大家 我們撒一下 只不過喝啤酒 大家不要聽過 大家撒一下 我們是啤啤夫 只是啤酒 真的整妝 整妝 整妝 我們一起 戴上這些東西 我們是不鼓勵的 我們是不鼓勵的 即是 你們說要嘗試試 但始終這種是屬於闢引的東西 是 不是一定負面 但是肯定就不是好 沒錯 即是已經見到有很多麻煩衍生出來 即是正正常常的生活 你有家庭 你有朋友 你用不著要靠這些東西 我們做節目都不夠時間 我們去研究資料都不夠時間 我們突然有空去跟著大麻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也有很多人 可能share我剛才所說的一些看法 即是無論本地人 或者不同種族的朋友 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 當然他派錢 派一件事做得好 自由黨 但是對很多 也有很多的scandals 匪問 是的 那些叫做利益輸送 沒錯 貪腐 以及官官商戶 總之就不是很正常 每一個政黨 都應該不會在這裏大力著 或者鞭策 我覺得他們現在 保守黨好像說 將會收緊那些利益申報 那些叫做官員的關係法 將會收緊 對貪污方面 奧圖爾現在說 我要著力 我如果有執政的時候 我們要盜絕這些官員裡面 在在任的時候 怎樣利益輸送 雖然就會加強他們 對於政客的限制 讓他們可以真心為民服務 但是是否真的能夠打動到選民 去支持他們 所謂對抗自由黨 讓自由黨大多數政府的美夢 未必成真呢 路鱷 你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選民發揮他們的力量 每一票都最重要 當然香港裡面的加拿大人 快點 未登記做選民 海外選民的 立刻登記 是吧 你可能說 我都離開了加拿大 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以前不要緊的 沒有地址 但你告訴給Election.ca 他們知道 你最後的地址在哪裡 就是你的選區 沒錯 所以海外選民都要發揮力量 本地的選民更加需要 不要只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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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9月2日後 記得投票 在投票之前 就是做足功夫 有機會 在網上也好 網上也好 質詢一下你的候選人 是的 國會的議員 還有我們香港移居了過來的加拿大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剛才做完census 是吧 我們知道我們是加拿大籍的 是香港來的 是的 我們香港人的選票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不踴躍投票 我們在加拿大的政府面前 就變成一班 那些叫做什麼 假期的國民 那就死火了 vacation voter 或者是糟糕了 真的有空才見到你 回來渡家 然後投票 不見人 或者是有投票的機會 你就放棄了 很笨 因為民主選舉 每一票都有效 而且會影響到你將來的政策 你的福利 記得投票 30萬的加拿大人在香港 即是換加拿港 其實分分鐘 選情很吃緊的時候 一千幾百票都可以做到 結果很扭轉 是的 關鍵的 多少數可能在香港那裏 這個海外選民 不要當自己 不是國外人 不是外國人 不是外國人 你們自己是真正的主任 選舉時間 就是主任主任的機會 香港沒得選票 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老虎蟹都要繼續 踴躍投票 是的 最重要是先看到 那些候選人 是不是看重中國人權 要求中國有人權 以及對香港的抗爭 是否支持香港的抗爭 在這方面 大家不要一定說 選擇 族裔要選真正的政綱 是否真的有了道 好 族裔因素不重要 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支持 記得subscribe,like,share comment我們港傳媒和MIHKTV 也支持MIHKTV的眾籌計劃 多謝大家支持 好,拜拜